謝謝主席,麻煩有請次長和署長 我們有請次長還有署長,謝謝 黃委員好 在質詢令人失望特定的第一改革之前 先請教一下次長 7月2號我在委員會質詢 針對大學的教師違法兼任董事的這件事情 7月2號那天你給了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全部都是違法的 我說好,全部都是違法的 那接下來責任怎麼追究 你總不可能給我們全天下的學子的教育是說 這些人當上教授了以後 違法擔任董事 教育局就殺手不管 然後你告訴我說你需要時間 給你三個月的時間 7月1號到現在 你們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作為 請問要推到什麼時候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有依照當天 那個黃委員您的這個 這個這個 然後有請學校針對我們這個 104年的相關規定 然後請學校 通行請學校 那麼進行來做個檢討 同時也 你講到講去還是上次的空話 上次你是不是答應我三個月 要給我一個答案 你有給我答案嗎 目前我們的學校 對不起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好不好 你有給我答案嗎 可以這樣嗎 在委員會裡面 就是你 給我做的承諾 到現在東西還交不出來 可以這樣嗎 你把立法院的監督 把你在立法院委員會裡面 所做的承諾當成什麼啊 沒有這個部分我們有請學校 對嘛 你講來講去 你再去講看那天的空話嘛 沒有這個部分因為 我現在很具體的請教你 你是不是違反了你那天做的承諾 是還不是 因為這個部分 有關 對不起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不是因為老師有沒有違反規定 你那天是不是跟我承諾三個月 你有沒有違反這個承諾 我沒有請學校就這個部分去 你有沒有違反這個承諾 東西交來了嗎 我們目前的進度跟究責的行程 我們會再交給這個 黃委員這邊 什麼時候交 究責行程 問題是我們已經調查完了 回復給委員 那個相關資料 我們同學告訴我的時候 已經有回復給委員這邊了 胡說八道 什麼時候回的 對 應該 就著懲處名單 等一下馬上全部交出來 下一個問題 你以後堂堂當一個市長 是 自己在委員會的承諾 沒有做到 你在這邊都不敢承認 還在那東阿西扯的 說你叫學校有檢討的 你根本就要混嘛 來接下來請書長 我4月的時候 我說了 今天你們滿滿的報告 都是要補助 要補助 拿國家的錢去補助 拿補助我都贊成 錢有沒有用到選手身上 我4月的時候 我告訴你們 說 勇邪非常可惡 竟然利用選手 欺騙 拿去 詐領國家的補助 前面署長跟我說 他要回去了解 結果我開記者會了以後 我發票你秀得這麼清楚喔 這個是偽造變造的發票喔 結果你們署長還在幫錢勇邪的人 在緩夾 然後勇邪 前理事長說我抹黑 好來 署長 這件事情 他們是不是 他們是不是 拿假的發票去炸裏服裝費 這個經過國家訓練中心 他們去了解 確實是 就是說他們拿了發票之後 可這些服裝 是沒有給選手 拿了發票以後的服裝沒有給選手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針對這件事情 體育署有沒有移送法辦 有沒有移送法辦 現在我看到的公文啦 署長我跟您報告 是 你們體育署跟勇邪講 把錢交回來就好了 那這個就叫什麼 就是喔 當小偷 犯罪 詐欺 利用選手 結果呢 把錢交回來就好 好我現在的問題很具體 有沒有移送法辦 還沒有 為什麼還沒有移送法辦 公文員執行職務的時候 發現有犯罪行為 必須要依照職權移送法辦 否則就是賭職 為什麼沒有移送法辦 還要繼續包屁嗎 署長 可不可以承諾我 回去檢討 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依照職權移送法辦 誰在包屁 可以嗎 好 我們回去 需要多久的時間 剛剛次長齁 離譜的行進 我相信你都看在眼裡 一個禮拜之內 給我報告 為什麼 沒有 你們已經明明知道是炸領的款項了 竟然包屁成 把錢交回來就算了 沒有移送法辦 誰決定的 誰決定的 為什麼包屁成這個狀況 一個禮拜之內給我答覆可以嗎 好 接下來齁 非常的扯 你們已經知道這一個人 就是窮 勇協理事長 拿著公款 去炸領 利用選手炸領服裝費 結果他卸任了以後 你們體育署 還繼續補助他錢 還繼續補助他錢去出國 我現在非常的驚訝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說 看體育署 再推體育改革 再包庇這些協會 大家看不下去 這件事情的時間點 這件事情的時間點 是 早就知道了 有炸領的事情了 結果呢 結果還給他錢 繼續代表國家出去開會 這件事情太扯了 連同你的檢討報告 一個禮拜之內交出來 主委不好意思喔 因為他剛剛 真的拖了太久了 再給我兩分鐘可以嗎 這樣子好不好 你還是有其他的弊案 還是就針對這兩個案子而已 我後面還有 好 那給你兩分鐘 好 謝謝 來 這些人喔 舞弊 全部都被起訴了 那大家還請訴 後來我去台北地檢署抗議 撤銷了 現在我要體育署的答案很簡單 這些協會 通通 涉及到犯罪的舞弊 那體育署的態度是什麼 打算 這種作弊 出來的結果 我們就繼續讓它延續下去嗎 請書長回答 這個如果影響到他們改選的 李監事 李市長這些 確實有影響的話 那我們會要求他重新再辦理 什麼時候會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還在他駁回 那在處理我們市長 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犯罪行為已經很明確了啦 之所以在意發揮是因為給他還起訴 罰太輕了 我去質疑他們根本 沒有真正的悔改 高警署也同意我的看法 所以撤銷發揮 但是犯罪行為非常具體了 刑事犯罪行為的追訴 歸刑事犯罪行為的追訴 現在我的問題是 當我舞弊的情節這麼明確的時候 這些人 還適合在協會裡面擔任要職嗎 第二個 這種協會不需要針對改選的效力 全面重新檢討嗎 這件事情我問了一個夏天啊 我到今天都還沒有答案 請署長說明 有關這幾位在單項協會裡面的 理監事 這個我們體育署已經在跟各協會確認 他們是不是有被獲選為理監事 這個事實 請署長可以當嗎 依照國立法 如果確定的話 他是不能再擔任 針對這些協會 涉及到舞弊的 到底要不要重新改選這件事情 請問體育署什麼時候要給大家答案 是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去理解 還要三個月喔 從去年耶 一路檢舉耶 到現在已經十月 你還要三個月喔 你要不要乾脆跟大家講說再給你三年的時間 然後最後 最後一件事情 你是新來的署長 你是新來的署長 前面人的錯誤我不會規則在你身上 但是請你回去側查 側查以後一樣一個禮拜之內的報告交給我 12月27號 12月27號 去年的12月27號 前體育署署長林德福 是不是 跟其中一名被告 在體育署裡面私會 討論 怎麼樣利用灌票的票 來去 操作 介入 協會改選的結果 去年 12月27號 時間 地點 參與的人 我手上名單通通都有 我給署長一個禮拜的時間 回去調查清楚 一併回覆給我 可以嗎 好 我回去了解 好謝謝